松阪队 加油 比賽成功關門 我覺得在這個比賽下 也能幫助掌握一些信心 面對難度更高的比賽 每場比賽都 困難度更高的 就是說 大部分的比賽更高 十二強因為看起來美洲就二強 結果我們亞洲這邊還是三強 還是韓國跟澳洲 這兩個人進 好 這次中華隊在 預賽時已經表現非常的舒服 所以已經打破過去的紀錄 能夠拿到復賽的門票 已經不容易 但是 國人的期待當然是希望更進行 我們希望在這個 附賽這個階段 能夠在一拼幾場 順場 目標是進入到最後的 就是前四球 這是我們的目標 但是大家看賽程都知道 場場應戰 絕對不是簡單的事情 但是我對我們中華竟然有信心 因為我們過去 所以 即使是我們聯盟裡面 全本土的選手所組成的聯隊 都曾經雅思打敗過 日本武士隊 所以求是原的 加上我們的紅總教練 用兵如神 還有我們最好的教練團 以及最棒的後勤支援團隊 我想這一次 應該很有機會再打出更好的夾擊 組長可不可以聊一下 就是說因為現在就是 也要跟過去東京這一邊 可能屬在這邊 比如說 資源上面有沒有再多提供一些東西 可以協助中職這邊這樣 這次我們棒球隊前進東京 那大家當然就是說 共同目標就是要邁向奧運 那這次到東京的十二強 局局局跟我們中華指棒 非常密切的合作 提供原來計畫裡面 有更多臨時需要的資源 我們完全通通都會到位 包括這次因為 哪一回的機票 都是由世界棒總會提供 但是它只有十二張的商務艙 所以我們也全部 協助我們這個選手 能夠升等商務艙 那因為今天 就是去的班機 裡面商務艙有限 所以我們回程的時候 全部都會升等商務艙 所以今天有大概多少的球員 或是隊指人是多少 比例是做商務艙 世界棒總會是提供十二張 十二位的這個商務艙 的座位 那一台飛機的商務艙座椅 各位也知道有限 那球員我想經過這個 我們中指跟球員溝通完之後 球員說我們是同一隊的 我們一定要搭同一台飛機 所以今天出發的時候 就是這樣 好 來 他們要紅總 謝謝 要不要換紅總 紅總簡單講一下就是 昨天晚上或是現在出發前 有沒有特別就是 又跟球員講一些話 這樣簡單講 沒有特別跟球員講 沒有特別跟球員講 因為 我們在預算的時候 該講的 還跟我們 所以 我知道 最後一場有一些 跑步的東西 我告訴我們 是會幹什麼 我自己選手在上 在給你們 謝謝 謝謝 中華隊 中華隊